Hello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今天明清给大家安利的剧要是由刘学义、孟子义 主演的古装爱情剧《桃花映江山》 该剧改编自白露成霜的小说《桃花折江山》 明清之前一直做有关于刘学义的剧的时候 就已经暴露了 自己是老刘这眼粉 很肤浅的喜欢她这张脸那种 然后看到老刘这次搭葬的女主是孟子义的时候 就觉得这两张脸简直是绝了 一样的精致,对眼睛友好 而且这两张脸不一起演一步古 我都对不起明清这样肤浅的眼粉 我废话又多了 咱们老规矩一起看一下剧情 孟子义饰演女主 赵国公主江桃花,年方18岁 地位是公主,但却没有多尊贵 长相美艳,赵国女子还多擅长于魅术 而桃花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学魅术是希望将来可以用其控制男人为自己所用 她本有个青梅竹马,但是被长公主偷得走了 自己还种了古毒 为了自己活命,也为了赵国自己还有个皇帝 她不得已和亲去了大魏 此次她和亲的对象据说是大魏的男王 男王16岁,不算是个受宠的皇子 男王性情单纯 桃花本是想借助和亲之势 能让自己安生地活着 所以能嫁给皇子已经很不错了 和亲队伍终于到达大魏都城的时候 让她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在大魏都城居然有群狼追她 害了她和纵亲队伍走散 自己也将一身嫁衣脱掉方便逃命 还诬打误撞进了清乐后院 被喂了一碗春药 就这遭遇除了作者,谁能想得到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她春药发作了,居然有个男人出现了 桃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直接将男人拽上了床 本想施展魅术控制男人 没想到男人完全不为所动 甚至掌控了主动权 就这样,咱们赵国和亲的江桃花公主 清白就这么交代代的清楼了 与她春风一渡的男人呢 还不是别人 就是咱们留学一线的男主 大魏丞相神在野 沈大爷解释自己是五百公主 当作其他女子发生了关系 但是她自己愿意负责 江桃花一想 这男人是真当他傻呀 但是沐以成舟 听说这个沈大爷在大魏全清朝野 深受皇帝赏识 并且是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人 说不定这个男人 要比那个软弱的小王爷更有利用价值 便半推半就的 成为了沈大爷后院的女人 这个沈丞相后院有二十多位女人 有名分的就有十二个 郑夫人的位置也有人了 所以咱们公主和亲 悲惨遭遇还没完 她居然在这个后院 是个妾 江桃花想啊 争宠第一步 一定是给沈大爷 炖点大补汤 要不他送育儿死 自己可就惨了 这个种马 至于沈大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江桃花了解到了一半 他的确是个深谋远虑的人 他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甚至有些冷血 他鉴于 沈大爷已经二十六岁了 后宅女人虽多 但大多数因为朝廷权力斗争 作为筹码送给他的 他其实都没有动过 那些女人是有提身 替他安抚的 他对桃花做的事呢 必须也是有预谋的 在他看来 桃花是不可能 嫁给男王做王妃的 别想歪了 这时候的沈大爷 可不是恋爱脑 因为在他眼里 桃花只是个鱼儿 是他在利用的工具人 挑起朝堂 皇子之间的争斗 而桃花的命数 在沈大爷这儿 就是一个死而已 没有多余的感情存在 这个事实很快 就为桃花知晓了 但是咱们半猪 吃老虎的公主殿下 也不是好欺负的 求生欲极强了他 屡次周旋在沈大爷 和各位王爷之间 求生存 沈大爷不在意他的命 他就更要想办法 好好活着 两人相处期间 除了一直斗智斗勇外 桃花也没有忘了 对沈大爷使用魅术 沈大爷再近欲 也有点扛不住了 慢慢沦陷 要是这小说 最让人心动的地方 就是男主目标明确 即便他真的 对女主动心了 也依然利用他达成目的 只是后期 渐渐不隐心杀害他 而女主更不是恋爱脑 发现对方 对自己始终没有心软过 决裂也要反抗 让男主一度吃醋而疯狂 两人就这样 极限拉扯着 直到最后呢 两人情分深重 沈大爷 绝情半生 终于对那个 时而小白兔 时而小狐狸的女人 情深不移了 这句让明清说实话 原著是有些狗血的 咱就说这剧透的开头 就够匪夷所思了 剧版不知道会怎么改编 明清就一句话 这俩人演的剧 就算是那啥 明清都得尝尝闲袋 所以请给力 好了 本期呢 咱们就先安利到这了 后期呢 有更多资讯 咱们就再来一起 拜拜